哈喽大家好 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推荐过很多的文具 还有指教带收藏 也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人加入 这个喜欢文具的大家庭当中 那如果您也想入坑 却不知道要从何下手的话 推荐这一本书 很适合身为新手的你我 这本书呢一开始 会从不同功能的手帐开始介绍 接下来啊会介绍到像是笔啊 纸招带还有印章 等等的工具 最后呢会讲到手帐相关的应用 还有一些像是绘画啊 还有版面编排等等的项目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把文具爱好者 分成几个领域 来和大家介绍 第一个是笔墨类 像是钢笔墨水中性笔 油性水性色铅笔 还有水彩等各种的媒彩 那其中啊如果你有加入到了 港笔爱好者的家族呢 那你会有很大的几率 掉进去墨水坑里面 因为毕竟啊有很多美丽的墨水啊 它实在是充满着诱惑 第二种呢是纸 也就是手帐笔记本 便条纸等种类 纸质的应用研究 那第三类呢是纸胶带和贴纸 就是会粘贴在纸张上的装饰 还有标注用品 第一次类我统称是印章 举凡像是橡皮章 水晶印章还有各色印泥 最后一类我把它归类成其他应用类 像是橡皮擦、笔盒、夹子、定书机、剪刀、笔刀这些种类 那平常我们在使用文具的时候啊 它们不一定是主角 但都非常的有存在感 有时候呢少了某一些用具 会让你做事很麻烦 那看完上述的这些分类呢 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下 自己会比较想要进入哪一些领域里面 再来搜集它的相关知识 那这一本书呢也有提供一些入门的小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入坑手帐的基本要点 首先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你会想使用哪一种类型的手帐 那以品牌来讲的话 像是TN啊还有Hobonichi 都是很多人的选择 那它的种类呢会有 周济式、月济式、日济式 还有旅行手帐等等不同的种类 像我的月济式啊、旅游记录、印章本 只要带图件全部都使用TN 那我未来呢也想尝试一些其他品牌 不过目前呢还都在观望当中 如果您不晓得从何下手 这本书有介绍前面提到的 Hobonichi啊、Midoli 还有像无印良品等不同品牌的 不同类型手帐的特性还有功能 那我们一开始啊 可以先尝试使用其中的一两款 找出自己最适合的方式之后 再来购买 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效益 那当你选择完手帐之后呢 我们会需要有一些笔来书写 那像我个人啊通常是以 像是Uniball Signal的0.38中性笔 还有Salasa系列 那偶尔呢我也会使用钢笔 有机会再来介绍 那除此之外啊 书里头也有介绍到几个品牌的 黑笔、银光笔、还有色铅笔等等 那我们可以因应手帐不同的指值 或者是你的书写主题不同 而有其他的搭配 那写了手帐之后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太单调了 要给它一点颜色来瞧瞧 那书里面呢也有介绍到一些颜色搭配啊 还有水彩的应用方法 而且呢它不会是那种步骤一画圆形 步骤二上色 那步骤三呢就变成太极马哈琳 那种过程极度被简化教学 它是用很简单的步骤 一步一步告诉我们如何做出可爱作品 那其中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使用圆标贴纸来画小星球 那你可以仿照它的模式 画出像这样子的彩虹星球 再使用牛奶笔加一些线条啊圆点这些元素 或者是说你只要单纯的晕展开来就很好看了 那这些呢就是我练习的成果 也可以画成你自己独一五二的圆标贴纸 那再来啊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纸胶带了 你可以直接把纸胶带撕成一条来拉条贴 或者是把它剪成一些形状来拼贴都很好看 那书里头也有介绍要如何使用纸胶带来撕贴 过程呢非常简单 那这一本书里面的教学方式呢 都可以让你的手帐变得更丰富 而且有自己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因应呢手帐不同的纸质 或者是你要出谁的内容性别不同性别 这一次推荐的手帐工具书呢 对于想踏入文具坑或是手帐坑的你我来说呢 是非常好入门的书籍 一起来记录生活中每一个美好 又想记录下来的精彩时刻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 欢迎在频道底下或是IG留言 让我们知道哦 记得三步骤做起来 大家下次见 拜拜